记得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在台北地检署 那么要持续带您关心 金华城必然的最新情形 就在稍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呢 我们是掌握了台北市议员 应小薇 她是从这个女子看守所 搭乘议员球车 出发前往到了台北地检署 可以看到她走下车的时候呢 一样是穿着这个灰色的外套 而且呢是用文件来遮挡住 她这个被上铐的双手 然后并且是沉默不发一语的 走到了这个地检署里头 那今天呢 其实在二度遭到了 检方来借题问讯呢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之前追查有发现说 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先前呢 是有分好几次 将这个现金存入到的ATM里面 而且这个时间点疑似 是有和这个应小薇的便当会的时间 是有重叠的 也因此呢 检方今天呢 就再次的借题应小薇要来提清 那另外呢 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他也是搭乘球车 来到了台北地检署 那其实呢 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问讯之后呢 才离开 不过呢 其实这次检方要来传他 就是因为呢 有很多地方要来厘清 包含说他整个的金流 以及说 这个上次呢 检方到柯文哲的住家 有查扣一个关键的USB 那里面其实有个Excel档案呢 就记载着 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审信金 因此呢 其实检方就要来厘清说 这个1500到底是时间 还是他们所收费的 这个1500万元 要柯文哲把它交代清楚 那么目前掌握到最新消息呢 就是其实今天柯文哲 还有应小卫 他们其实也陆续抵达北检 在进行问讯当中 那后续呢 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 我们会只是为了你掌握